哈喽,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帅到想嫁给自己的半仙 今天我们继续迷你世界的成神之路 咱们上一期在练习新挖了很多好宝贝 我准备把这些东西一烧,开始坐不兽车咯 首先打开,这个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再拿一点这个,再拿点胶油 嗯,这剩下的都先放在外面吧 板在外面 我烧,我烧,我使劲儿得烧 嗯,把这个丢到里面去 咱们做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密银块咱们拿好 拿好之后,性能结晶在那边就直接拿就用了 还有啥 基本上也没啥了 对 皮革 来来来来来来 我点开,找到机械 嗯,转向车轮 这个,收 哎,你看,他老是往上面 跳,你跳啥 还有,我把这个声音给关上了 因为我之前挂机在烧东西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我已经有了 嗯,做完这个之后,发动机 发动机需要蝉丝马脑 蝉丝马脑 哦,我这边有很多 咱们这之前下矿也不是白下的,是不是 油箱也搞一点 哇塞,这胶油马上就没有了 先冷静 咱们得先把这些 还需要木料 木料 木料 去哪了 天天圈木头 天天圈木头 哦,58个 富油箱 咱们先不着急加 先把这种主要的 给做出来再说 还好 哦 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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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4 什么东西没有了 秘银没有了 你这不是阿咋我吗 我这身上那么多好宝贝 你说我没有 材料 OK 再来一点点 这样的话应该是够了 4个减震器 然后 这又缺啥了 爪子 哦 这个液压壁 其实 来一个就可以了 一个 液压壁 然后再来两个爪子 两个爪子 秘银又不够了 喝退 啥也不是 做完这些之后 IUV IUV 检查一下 灶味 然后 燃料引擎 还有这个爪子 还有 液压壁 避震器 还有咱们的秘银块 瞅一瞅 还有没有 暂时就这些了 转向车轮 我怎么做了4个 轮 轮 可以开的 不过 就有点小瑕疵 骚完 无套 我看看咱们上次 撸的 他这浇油用的也太快了吧 好的 阿普利 阿普利 我一会儿回来更精彩 由于我的马大哈 直接把车轮都做成了转向车轮 所以 我又跑到了练义星 打了25个浇油回来 那我们做 再检查一遍 省得再错了 这是转向的 再来两个动力的 一 二 然后 连接器 有了连接器 标记器 减 我准备 做一个可以抬高 然后再放低的 这是推拉机械臂 液压臂 我已经做过了 然后 我再瞄一眼 有液压臂 有减震 然后接下转接下转 前面咱们可以给他 放三个 上面放一个 那这样的话 三加一 四 再做两个 一 二 做完这些之后 咱们得做 给他供电的 现在的这个电路在车上面好像有点麻烦 有没有那种现成的开关 这种他不会再产生电了 做开关之后 咱们还得给他去做一个什么飞煤雨煤 霍煤霍煤 等等等等 这样就需要用到黄铜啥的 我把身上东西再给整理整理 没有用的给丢到这里面 先丢到这里面 嘿嘿 还有吗 这个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到 再瞄一眼 黄铜 不满你说 我家里面的黄铜很多的 都被我核在了一块 一二三 点 材料 30个应该够咱们做的了吧 OK 需要东西终于让咱们都给准备好了 让大家 瞅一瞅 首先 滑动方块 这些 还有秘银块 我准备做车身框架的 比较结实 车轱辱 燃料引擎 然后 机械爪 液压壁 还有 避震器 开关若干 还有一个连接器 当然 还有咱们的机械燃油 咱们还得找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 造 放车间啥的 对 我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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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车间放哪了 哦 搁这儿呢 拿过来 OK 这里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道 当讲不当讲 我先睡一觉 咱们前面不就有水吗 有水的话 我在水上面溜达两圈 不就可以了 我得跑远一点 这比咱们自己去泼快多了 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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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大 有多大 口疑了 赶快拿下来 嗯 现在正式开始工作 拿出来 拿出来 咱们的车间 我 这样一放 再带上这个往前溜达溜达 OK 取下 把这个带好 开始 放咱们里车 首先拿出来 秘银块 这个秘银块 这是 往前的方向 怎么做一个多大的呢 哎 他怎么一直在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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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在这个冰块上面 好像不太OK 太滑了 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错了 我错了 那要不然咱们就在家里面吧 家里面的话 往外面一延伸 还下雨了 喝退 咋也不是 往后面撤撤撤撤 撤到这里 只要不和那个接触到一块 应该问题都不大 找一个清雨烟花 我这暴脾气 我能挂着你 首先 这边 就搁这吧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主要讲的呢 就是一个 工整 对称 咱们的减证器 减证器的话 我想一想哈 先拿出来咱们 车咕噜 如果直接放在这上面 他那个减证器就没地方放了 哦 哦 我知道了 那把这个方块咱们给抬高一格 把下面的给凿掉 下面放车轱辘 这是动力车轮 动力车轮放后面 方向错了 咯吱咯吱咯吱 这样感觉好像还不行 我先把这些都给放好吧 放好之后 咱们在上面 给他接着放东西 嗯 转向车轮 上面放上方块 一二三 四五六七 这个好像加宽了 OK 那咱们 再把这下面的给走掉 看着有些担保 不过咱们这秘银块也不是大方刮过来的 我能省就省 在中间 一二三 这是咱们车的一个基本框架 框架放好之后 把发动机给放上 然后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滑动方块 这个需要咱们动点脑筋 在这里放这个 然后下面 给放上咱们的发动机 发动机也放好了 然后 找到 滑动方块 一二 三 哎 对 咱们还要在车屁股后面放上咱们的这个 液压壁 液压壁 得给他通电 可是我为了好看 我要不然这边多花叶方块 黑黑黑 不能用于组装机械 可是 如果 你这个不能的话 那咱们怎么去控制这个开关呢 这不就开玩笑了 我再试一下其他方块 我刚刚试了一下 这边非没也不可以 那是不是 咱们可以直接使用 连接器 就直接控制他了 让他说有电就有电 说没电就就没电 我把这个 现在用不到了 包括这开关 在车间里面咱们都不能放 咱们先抱着是 态度 这样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去生成一下 身上咱们 去找一下 搬手 不兽 吃 这 这啥情况 他直接给漏下去了 哦 这好方便 直接就可以控制 那我把它给敲了 敲了之后 我放在边面上面 看看能不能跑 这是不是有猫饼 车古路在转 为啥会直接漏下去呢 哎 哎 哎 跑哪里去了 哇 他在你别闹 咱们这新狗的这还没用呢 这就给我没收了 这又搞什么乌龙啊 哦 搁这呢 吓死我了 是不是 在这不行 要不然咱们换个地方 这个跑道怎么样 飞的高 看的远 又消失了 身上也没有 今天我们啥事也不干了 静着车了 我 哦 可这呢 他这个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怎么老是漏下去 那这个减电器我就不装了 不装了 应该是可以的 我摊牌了 我不装了 我车古路直接给他放上去 是不是我放反了 有一个好办法就是 我不用 我不用还不行吗 这样我也不怕反了 我让我再试一下 做一步试一下 我把他把他放进去 哎 没得问题啊 你看 哹哹哹哹 下来 然后我现在要去给他 把 滑动方块给放上 我以为这是bug呢 原来是更方便了 再入 他这个会高一点 所以咱们得让他往下面能挪一格 挪一格 滑动方块请准备 然后这里拿出来这个 放好 1 2 对着他一用 然后 先放一个讲号 然后下面放家号 这里放家号 加号下面 加号前面吧 咱们给他往下面来 来 这样他是往上了 我先捋一捋 捋清楚了 那咱们就他往下面再多来一个就OK了 然后咱们需要的时候把它给提起来 可以让他多往上面走一点点 这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状态 放到这里 和地面基本上持平 在这儿给他放 1 2 3 这边放好之后 走走 这是往上面提了一个如果提格觉得还是有点太低 那咱们就给他往上面再升一点点 提到这么高应该差不多了 看 这是这个状态 然后如果咱们需要的时候往上面一提 这里还不能让他连接在一起 如果连接在一起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 直接搞一个方块 哦 我知道了 放在这儿 登登登登 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升上去 好久都没有做电路都生树了 一会咱们去试一试旁边刚好去睡了一个野人 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 生成一下咱们看一看 贴着地面走 我刚刚忘记把他给连接到咱们座椅上了 稀物稀物 再入 好 OK 嗯 捕售车 生成 用一下 看看怎么样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下来 1 2 5 6 也都打开 然后 让他下来 一一一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这是咱们正常工作的时候 这个样子 因为 如果咱们那个搞得太高的话 嗯 他就抓不到怪了 之前我吃过这种亏 你看 这是成功抓到的状态 OK抓到之后 升上去 然后咱们这样去跑的话 就不会再装到什么东西 捏捏捏捏捏捏捏 后面的过生 牛牛牛 那好的 咱们的捕售车也是成功完成 那我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 点关注不迷路办先帮你洗尿布 我没 我我 我这个车 车又找不到了 哦看到了 哇塞 这每次收回咱们的捕肉吃 感觉都特别考验咱们的心理状态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